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老師推車 今天介紹的來 柯P上次孤的 無關你要要的幾次 重點是你才有車可以的 安馬Roc 這個是當初是最陽春的基本款 139萬的 它上面還有160幾萬跟198萬的 今天帶大家來開箱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車 到底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3.0 V6柴油引擎 八速的手自排 馬力204匹扭力是51點多吧 柴油車的扭力蠻大的 而且是比較少見的 V6 3.0的引擎 柴油的 變速箱呢 沒意外應該是ZF的嘛 所以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是手自排不是自手排的話 基本上這個 我們能夠信賴它的程度 可以稍微多一點點 前面有四個前雷達 那因為這台是陽春等級 所以它的大燈飾 傳統的魯素燈泡 它的輪圈245657 不過它的三角台 跟它的避震 真的做的還蠻粗壯 有這個設計來應付一些崎嶇的路面 越野的地形 這看起來就是這個 滿滿的浮屍感 你看這很特別的是 這邊有一個點驗器 我這邊有一個 你發現吧 這邊有一個點驗器 那因為我們這最陽春的 所以也沒有螢幕 然後這個顯影都沒有 而且連和空調都沒有 它就是一般的旋鈕式的 車後燈光 等下試一下 有自動的 停車的暫時熄火的裝置 它這麼多 這還有兩顆耶 時尚點驗器最多的車 這邊有兩個杯架 門上面呢 還會有設計 一個杯架 所以像我這種方形的飲料 就很好放 然後它是絨布的座椅 也沒有皮椅 方向盤上面也沒有很乾淨 都沒有任何的按鈕 這樣完了 看它真的這樣喔 啊對它本來 比較高等級應該會有 後叉的鎖定的按鈕 這個沒有 它只有一個off-road的按鈕 喔好小 比我想像的小耶 怎麼會這樣 我剛打開一瞬間的感覺 很像是有些男生 褲子一脫下來 女生的反應 這樣喔 真的你看 我忽然這樣 砰 我有嚇到半秒鐘 怎麼這麼小 放心 不要擔心 我膨脹技術很大 哈哈哈 要不然阿呆 不然你怎麼辦 如果女生 戴內褲脫下來 露出這種表情你怎麼辦 不好意思 今天比較冷 哈哈哈 然後它門上面 也很簡單 一個中控的按鈕 有四門電動窗 跟這個 電子可折後照鏡 然後還有一個儲物 它的後視鏡有儲物功能 那盲點啊 那些跟車那個什麼 全部都沒有 好簡單喔 按鈕都好簡單喔 我已經介紹到連這個是雨刷撥桿 這個是方向燈撥桿 大燈開關在這邊 有大燈高低可以調整 沒有電子手下車 是這個手動的 緊繃了 所有的按鈕都講完了 這邊有一個可以把里程歸零的按鈕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里程 你要看它的資訊窗呢 我可以把它發動 給大家看一下資訊窗 講完了 這邊可以看你的資訊窗 好不好 不然看一下引擎好了 好不好 好沒有油壓頂桿 哇連試蓋都沒有耶 連護蓋都沒有耶 就這樣簡單的粗暴 好醜喔 我們現在看習慣上面有護蓋的引擎 你現在看到這個引擎這樣 你就覺得好雜亂喔 現在很多的車子的電腦都放在引擎室了 欸我看它的進氣在哪裡 它進氣設計蠻高的喔 之前有常講嘛 進氣的位置其實就跟你涉水的深度有關係 所以這台車它應該就是有為了越野這件事情而出身的 因為第一個它車高已經比一般車高了 第二個它把它的進氣設計到很高的地方在這裡 大部分的轎車啦 除了車比較低以外它這個會拉下來在前氣壩去吸冷空氣嘛 但是會造成什麼 你只要水稍微淹上來吸到水引擎就掛了 我以前一個朋友一台Metro Star Metro Star就設計的很低 設計在錢包桿下方 它看到前面一台Tesale 那時候這個下大雨嘛 前面有一個小水窟有沒有 它就看欸Tesale開過去沒事 欸Tesale的鬼啊 我Metro Star呢 一過去引擎就塞到了 它水整供像吸管一樣你知道嗎 從這邊咐嚕咐嚕吸盡了咐嚕咐嚕 幫引擎漱口 要不然你看有一些越野車為什麼 要把這個拉到側邊升高 事實上它這個就是要提高它可以涉水的深度 引擎蓋很重 引擎蓋超重的 這個真的要健身的話這樣 這叫上胸肩推你知道 不是它重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個是說因為它的車高比較高 所以你往上的這個過程其實你需要花比較大的力氣 它如果是在這個地方其實你翻起來是輕鬆的 因為它在這個地方所以推起來會比較費力 好啦看一下其他地方吧 後座這邊有設計杯架 那裡面因為我們是陽春的 所以它是絨布的座椅 然後這個如果是中等級160多萬的話 它就會是皮椅 那最頂級的198萬的它會是真皮的皮椅 好我們上去看看 這個是我開車的位置 哇就是能做人 站在小朋友因為它門其實也很小片 路口其實也很窄 這個就是給你一個買二送二的感覺 就多送的嘛 所以就不要要求那個空間了 然後這邊有做一個杯架我覺得它蠻滑稽的 這杯架不小心會踢到 這杯架一定會常會被踢斷 然後這個要收起來不然你一定會被踢斷 超大的中央扶手 有夠大的比我頭還大 然後後面直接就是玻璃 沒有蓮子沒有 好近喔 這完全不能調 我去看一下後倒好了 後面是那個 金阿板 金阿板 金阿板叫什麼 葉片堂皇 葉片堂皇就是以前最常貨車在用的 好不好 耐重 而且你知道它是可以調的 你不要以為你改那個什麼 我罵高低軟硬可調避震 一般那種傳統的可以改避震對不對 葉片也可以改你知道 可以擠片擠片 對啊 改粗改寬改厚 一樣啊 片數增加也是一樣啊 再重啊 你就可以再更重啊 好不好 這一樣是可以改的 無所不改 什麼都可以改 它這個應該也是因為 比較陽春 所以它沒有拉簾對不對 後面也有四個 造車雷達 不是啊 它不是有設計一個踏板嗎 我想說它開了你就沒辦法踩了 所以你只能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啊 機槍可以這樣刷拳的 有沒有就是架這裡嘛 基本上它可能 我在想為什麼這個貨斗 可以載東西 可能是國外它們在DIY 你要載一些木頭 你可以變差 而且它這個有做排水嘛 下雨天 它排水在哪裡 欸我沒看到排水 你來拍啊我沒看到排水 坐在秘秘的地方嘛 應該還是有會排啊 啊這什麼 幹這邊有點電氣耶 太酷了 啊它停在路邊 如果有人想充電 直接插一下 你就找一台貨卡就可以充了 蛤會斷電嗎 不會耶 不會斷電就屌了 以後人家路上沒電 你看到貨卡 你就去插後面就好 就是啊 應該會斷電吧 裡面的不會啊 不過在外面的會不會 這裡嘛 它會不會亮 有電嗎 有電有電 那我關門 鎖門 我鎖門了耶 所以它不會斷電啊 看來是有電喔 對啊 它可以偷電啊 搞不好有的是過十分鐘才斷電啊 欸如果真的是這樣 真的可以偷電 以後呢 你出門 看到阿嬤OK 或是這樣 你就可以用它的電了 呵呵呵呵呵 要上警語喔 靠北 好不好 節目效果 好不好 全部當真 我只是做一個實驗性質 跟大家分享而已 這應該可以 可以承受我重量吧 看我會不會刷下去 我很怕它斷掉耶 可以啦 蠻穩的啦 喔 丟魚啊 可是我是 應該不能睡覺吧 有可能這樣睡嗎 有人這樣嗎 或是床墊啊 網路上有人在賣啊 賣阿嬤LOCK在用的 對啊 專用床墊 就是剛好那個形狀塞進去 欸 喔 所以這樣算搬車床耶 難怪 像是我朋友說去露營有沒有 你知道露營晚上 欸 大家不是都在露營嗎 你知道露營蚊子很多你知道嗎 晚上在那邊睡覺 一直聽到打蚊子 這是broemat 持αιblic 你知道嗎 各個 各個 哈哈哈 阿各個 銀杖 都搭 打蚊子啊 呵呵呵呵 知道吧 所以你如果露營為什麼睡不好 蚊子太多 欸從側面 我剛剛坐在那邊看啊 你們覺得 貨卡怎麼看比例都怪怪的 很像一台休旅車 屁股被切掉 然後接了一個東西 還是貨卡都這樣 有做的好看的貨卡嗎 就是兩人做的 哈哈哈 我怎麼看都覺得看不太習慣 以前很流行把一些轎車後面切掉改貨卡你知道嗎 March 有人改貨卡你知道嗎 他以前最流行的AAD貨卡 冷氣行的最愛 可是他們都是切兩人座 切四人座後面再接一個屁股出來 就覺得不習慣 我再去研究看看還有什麼地方 這個有什麼貨卡 比例做起來是比較好看 我真的覺得比例我怎麼看 想要愛上它都有一點小小的困難 而且你看它這柴油引擎雖然是V6 你在外面你還是可以聽到很大的 大大的聲音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進車內看看車內 是不是也聽到那麼大的大大聲 走吧 性美至香 您所尋找的天然好香 趕開趕送最公正 最好玩的娛樂城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今天開到的這台是2019的Armorock 我們這是3.0的基本款 204匹馬力51公斤 米的鳥力 這不一樣的 柴油V6 聽說這個引擎跟Q7 凱燕 聽說是都有用 讓我用到 再來一個是變速箱 老師還是同等級 鑰匙 當你要賣一個東西都一直在 嗆別人名字的時候 聽起來就很不妙 劉德華的鼻子 陳冠希的眼睛 羅志祥的嘴唇 張騎爾的下巴 金城武的眉毛 這樣倒起來變成什麼樣子 風切身好大喔 怎麼這樣 不過底盤意外的紮實度蠻好的 因為這車還算新啊 這台車才跑3萬7千公里 其實這個車都是有需求的人在買 這個前車主其實我有跟他聊滿久的 現在流行在野外露營嘛 那他當初為什麼買這個車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在山上蓋小木屋 所以說他就是 有空有沒有 就載一些材料啊 好就載上去 然後就自己在那邊 敲敲打打叮叮啊 好所以那時候他是因為有這個需求 所以他買這台車 那他賣掉也是因為 他小木屋蓋好了 真的啦 大家給我看照片 他小木屋真的蓋好了 所以這個 很明顯這就是一個 有需求的人在開 那他對這台車 他其實也佔育有價 當初有三個等級啦 139、164、198 所以他當初為什麼會買這個 最基本的 最陽春的版本 阿帶您的理解嗎 因為他只是要載木屋 對啊 就只是要載東西而已 那麼多有的沒有配配 他不需要啊 我覺得這個車 他雖然是一台貨卡 可是我剛剛在這個 拿迪賽的過程當中 他開起來的油門的 跟引擎的反應 還有這個引擎的細膩度 跟這個變速箱的細膩度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那包含這個 我現在下了交流道 忽然的這個減速 引擎在退檔的過程中 都非常的細緻喔 其實你說這個設定 是一個粗曠的貨卡 我覺得他開起來的感覺 讓我感覺 他就是一台浮世的轎車 所以開這個車 我覺得會很容易 讓你忘記你的後斗很慘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 有可能是時代一直在進步啦 因為以前我們所開過的 我也沒開過什麼貨卡 只有那個尼桑那個對不對 也沒買過什麼貨卡 海力士我也還沒開過 浪九我也還沒開過 浪九你知道嗎 那就是那個Ranger的 俗名啊 我一開始不知道 我想說浪九是哪個小 小事我有一台這個 2016年的浪九 可不可以幫我鼓勵一下 說幹 你的浪九是哪個小 說不知道 會不會笑 趕快查 我這個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這浪九是亂 Ranger 好不好 好順喔 其實蠻好開的 而且底盤設定是會晃的 但是軟裝帶硬 你可以發現他過了坑洞 會有一點餘震 而且過坑洞的當下 你覺得他是Q彈的 但是其實車身 因為他車身設定 其實還是算蠻高的 我又其實蠻晃的 餘震蠻多的 然後爬山 你看這爬山什麼好四個 五十一公斤 這應該很輕鬆吧 我跟你講 我油門從頭到尾都只有 一點點而已 其實過彎 循跡性不錯 但是很奇怪 你覺得他邊過彎 車子還邊晃 如果彎中路況是不好的 你會覺得過彎當中 還一直在晃 可是避震器 是穩定的 但是就覺得車身會晃 因為車身太高了 不過這個真的以我們男生路 這個坡度來說 對這個車我覺得非常的輕鬆 根據一些車友的反饋 比較常會出現問題的地方 通常是在一些電系 感應器的方面 那至於變速箱還有引擎 目前倒是沒有遇到什麼特別大的災情 所以這個有需求 用得到的可以放心選用 輪子有點聲音 沒有很快 60 因為太高了 有有點聲音 50而已 這車真的太高了 這不是要賠家的 只是幫大家試一下 它的過彎 不過我覺得正常使用狀況之下 沒有很激烈的操控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意外的比我想像中 因為以前我們覺得那個霍卡 就是隔音很差 引擎很大聲 然後那個裝很陽春 是說這那一裝 因為這陽春版的 所以這那一裝 其實也是蠻陽春的 只是說我們一般人 你說假設想要去露營好了 這個車對露營有什麼幫助 不是因為這個車其實 比較多是在 真的是比較國外的地方 國外他們第一個 他們工錢比較貴 所以國外其實 以美國來講 他們其實很習慣 DIY做很多事情 他們住比較郊外 對不對 車開著就要去一些 比較遠的地方 買一些材料 水管啊 木材啊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一種擴卡實用性 比較高 我有時候我也常常在想說 其實在台灣來講 這種車到底對於露營 有什麼幫助 其實你很多稍微大型的休旅車 其實大部分 你要載一些裝備啊 什麼其實都是夠用的 我剛剛開過高速公路 我們現在市區開一下 我本來想要開高速公路 這個高速公路一定好開 高速公路其實算蠻穩定的 我想要試試看這個市區的 市區開箱的感覺 我印象很深齁 關於這種休旅車 跟這個所謂的客貨車 或者是真的是像貨車一樣的東西 這個當中的界定 以前我們比較常來界定 是它的後面的底盤形式 一般來講的話呢 後面如果是這個 假設多連桿也好 只要不是這個葉片式堂皇的 我們都會把它定位在於這個休旅車啦 那一般後面如果是葉片式的 我們就會比較覺得 應該它是比較偏向貨車這邊 我印象很深 以前玩很菜 剛進入這樣沒多久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台車 三年一台 現在沒有賣的 叫做福利卡 然後呢有一個客人 他才買了一個月吧 可能開個兩千公里左右 他就要賣車就叫我去購人 然後就問他說 我為什麼那麼幸運 你要賣掉 他說那時候業務跟我說 這個很方便啊 可以載人可以載貨 他覺得他買到是一個休旅車 他說沒想到他太太一坐上去 才剛開住沒多久 說幹這是貨車吧 所以他就很快的 就把它賣掉了 所以這個有時候 我們把這種 比較難界定 它是在貨用 在載人用 因為現在可能越來越模糊了 因為現在科技越來越進步了 即使它後面用的是葉片式的彈簧 那事實上我相信 它在乘坐 或者是我在開起來 整個操控起來的感覺 真的比較沒有那麼像貨車 說實在 它還是有那種叫車的舒適感 而且對於一些這個減震坡 一些比較沒那麼大的坑洞 一些彈跳的處理 它真的是讓你有 你在開一台自用的轎車的那種錯覺 它著距多長 著距三米 很長 然後它的這個車長也五米二 所以是一台很長 真的蠻大的停車 這個在外面要停車 可能需要一點技術 你如果那種停車格 前面停一台大一點 車後面停一台大一點 這台車你基本上 你應該就停不進去 車高一米八三還好 你像上次我搬家開那個旅行家 兩米 我笑我家地下室很可怕 天線一直磨 它車頂有一個天線 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 而且很可怕 它那個 你在地下室它那個整個這樣下坡的時候 你就覺得 確定可以過嗎 因為你眼睛你就看著 天花板就在你前方正上方 你就覺得應該會磨到 然後我那時候就卡在那邊 我想說我到底要不要下去 還是要倒車 那也有手排的 手排的斜坡起步 它要倒退 對 進退兩難你知道嗎 結果我後來硬著頭皮 管它的磨到就磨到了 就下去了 可是事實證明還是OK的 因為我上來的時候 我就把天線拔掉 之後就沒磨到天線 可是真的一敗啦 你外面很多的停車場 我還有看過那種停車場 一米七級的 一米七五的那種 普遍應該是一米八左右 你看像一米八左右 這台車就不行 這一米八三啊 對不對而且啦 你一米八三它就在寫一米八五 你敢進去嗎 差太少了不敢 你知道我以前 因為我們做二手車 我們開很多不同的車對不對 有時候要到 尤其機械式停車位 它都會規定你的 車高什麼的 然後我有時候停在 停車場旁邊 然後Google再Google 這台車多高 啊有一個方法你知道嗎 如果真的覺得太一敗了 差一點點 輪胎放一點氣 對一般就是這樣 反正我覺得這個 有時候在台北 要到一些市區 這個車期還是不方便 我那馬沙拉D就不方便啊 我那馬沙拉D有一次去 華納那邊 華納的行車廠 就不能停 它那機械 太高 對 降低 不行啊 我那個降低騎乎 我還就浮起來了 不行不行 它可以降低沒問題 可是它會浮起來好嗎 好啦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9年的 阿媽Rock 最陽春版本 新車136萬的 現在市面上呢 車商在收購的價格應該會在 85到90萬 依車礦為主 我們今天在保三萬七千公里 然後呢 賣出來的價格 約莫 我猜啦 因為我也第一次賣 可能就是多一成 這個真的是 你要非常的有需要 用得到 再載東西啦 或是放假 載著女朋友去山上打蚊子 那基本上 可以試試 這台車子 它雖然讓你看起來很粗獷 可是 開起來不會有貨車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點是還 還蠻不錯的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前一次的這個 賣多少的影片 有很多人在反應 是不是不講多少錢 那基本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這個 我們拍這個影片 我們也分享了很多價錢給大家 那有時候有不方便的時候 我們就不便透露 那不要說 因為我們這個 有的有透露 有的沒透露 就在那邊說 以前都有透露 現在沒有 你變黑了啦 那有的沒有 不要想那麼多 這個有時候 這個大家互相嘛 我們這個分享 這個不是義務性的 那真的人都有不方便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有時候 我跟大家 好啦 我就在那邊這樣直接講 好不好 我直接分享好不好 有時候 我們雖然這個很大方的公佈 我們收購的價格出來 但是呢 我們已經冒著被同行 幹掉的風險了 把價錢都講出來 這第一個嘛 第二個 我們有時候 有同行會跟我們吊車 我們一旦公佈了多少錢 人家回去 吊車回去賣了 如果他們客人 剛好看到這影片怎麼辦 我們同行不就被罵死了 小吃說才買多少錢 你怎麼賣有多少錢 所以有時候 這個我們也是要有一些 這個生意道德在裡面 大家都希望小吃沒朋友 對不對 我們也是同業要照顧一下 不是嗎 好不好 這個大家多多包涵 那喜歡影片要記得 這個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好下次見 拜拜 不要忘記 我們的那個影片很多很多小朋友在看啊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跟這個小朋友分享一下 一些小小的一個嘗試 比如說今天你爸爸出門的時候 你在玩手機 爸爸回來了你還在玩手機 那怎樣 打啊 你手機從我出門玩到現在 對不對 就打了嘛 我們在假設 你爸爸出門的時候你在玩手機 然後爸爸回來的時候 欸 你在寫功課 欸 不錯吧 爸爸說你手機玩到我快回來 你才開始寫功課 打嘛 照打嘛 好 沒關係 我們改進嘛 對不對 爸爸出門的時候呢 我們在寫功課 爸爸回來的時候 你在玩手機 那怎樣 打嘛 你假裝寫功課 我一出門你就開始玩手機玩到現在 打嘛 好 我們繼續修正嘛 對不對 爸爸出門我們在寫功課 爸爸回來我們也在寫功課 好 那會怎樣 照打 打嘛 對不對 媽的 我怎麼可能功課寫這麼久 我出門在寫 我回家寫 你中間一定在玩手機 所以結論是什麼 玩手機叫 就是玩手機叫了 因為無論怎樣你都會被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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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等等 有沒有道理 既然結局都是一樣 好 我們就幫他打爆 哈哈哈哈哈哈哈 手機電動打爆 好不好 好 我們就幫他打爆 好 我們就幫他打爆 好 我們就幫他打爆 趕快趕快送最公正 最好玩的娛樂城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ink 好玩手機 謝謝 好玩手機